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提供更细致 更周圆的 根据今天修正的这些条文的精神 财政部要去协助像先进的国家 刚才我列举的英国跟美国跟韩国 其实韩国都有纳税医务人权利保护官 跟消保官是一样的观念 但是他们都是设置在相等于我们的负税署 财政部的负税署之下的纳税医务人权利保护官 这样一个观念 因为国内也有一些学者我散见了 他们的主张也是应该这样才能够落实 但是人手不一定要多 我想这个部长这个方面是不是将来也一并考虑 还是如果说是我们在这个行政院组织法 组织条例相关的这个还没有完成修正之前 是不是部长可以考虑这样仿效 这一点我想还是第一个首先谢谢黄委员 对这个案子的重视提出相对的这些修正案 实际上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大概一致相反了 第一点谢谢 第二点您提到这个纳税人保护官的观念 实际上我们在复改会研究的过程之中 学者专家也有这样子的建议 后来大家经过检讨之后 在现行的整个行政机关的组织架构之下 我们认为应该已经发挥一些功能了 所以可能要去专责 可能在目前的架构下是不太可能 但是这个功能我们如何去发挥 有实无名 实际上讲起来我们对纳税人的保障 从第一线同仁到主任机证所的主任 到分局长到我们这个部里面 都有这个空间跟管道 说真的对纳税有任何问题 你随时打个电话 随时一个意见来 我们都会做处理 当然这是理论上了 实际上已经目前的功能已经有所谓 有同仁了 在副税署各组之下 相关的这个单位之下 对对都有了 应该是有这样一个处理的技能了 但是还是如果按照当时学者的主张 还是不够周远了 因为有专人专责嘛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 义务跟权力是相对应的 那义务 百姓进了那么多的纳税义务啊 这个是这个太多 然后这个东西既然有专章的话 如果是在法律 没有办法做通盘行政院的这个架构 对它变成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是要 部长你还要折层啊 请这个署长这边啊 应该至少有 这个署的这个层级下面啊 应该有专人 比如说一个人 专门来处理这个纳税义务人权力保护的事务 这个一定可以 可以在现行的作业上 我们就可以折层 不然的话 我在公共单位16年 我也晓得 在互批提球啊 没有人理啊 这个好不好 大家都可以处理 大家都不理 那如果说这个在整个这个机关 机关单位内部啊 有指定专人来负责 一个署里面可以指定一个人一个人 两个人来负责 这个没问题 好不好 是是 这个可以吧 这个可以 我们在运作上可以 有这个实际的运作 好 另外我们回去选区里面了 非常多的这个选区的这个选民了 很关心了 最近因为明年我们那个所谓海外所得 纳入课税 最近税负制啊 就要上路了 那海外所得 如果说年所得超过一百万 或者是国内外所得超过六百万 是 就适用最低税负制百分之二十 这个适用 是 他们就大为紧张 那我想部长 你这个执行起来 是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因为 外交关系啊 比较局处一点 比较受到局限一点 那跟其他国家所签的这个 所谓 double taxation 这方面又很少 对 16个目前 那对啊 那很少 在这种情形之下 你这个 执行起来 会不会只闻楼梯想不见人下来 或者是没有牙齿的老虎啊 应该 会不会这个 图头空眼 是 基本上应该不会啦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终所税 他是一个自行申报的 当然当事人的财产 当事人的所得 他自己最清楚嘛 就等同现在他 我们实类所得 他漏报 他漏报 那里 基本上我们就我们可能查得的资料做一些比对 做一些核对嘛 所以基本上是从这个方式来做处理 所以我们还是目前现阶段 就明年如果说上路之后 开办之后啊 我们还是用我们国内的这个 还是用我们国内的国内法相关的这个 机关单位之间的 比如说中央银行的这些 对对对 所谓外汇资料啦 做做机核 做机查 做机构 构机等等啊 只能这样子啦 没有求助于 其他 国跟国 政府跟政府之间 MOU啦 备忘录啦 量节备忘录啦 求助于其他 因为这种东西 这个这个 这个中央银行所提供的东西啊 毕竟是 有限啊 这个就是比较属于 比较属于消极内向的 没有跟 国跟国之间的 透过或者准国家的关系啊 这个 政府 这个公权力的机关啊 来做这样一个连结 量节备忘录 或是 没有这种 没有 目前还没有这种打算 这个跟委员报告 基本上我们目前有16个国家 已经签署 避免重复课税 以及这个 逃漏的这样一个机制 已经有了 那这个东西 我们的发动 一定是根据特殊的个案 有这个需要 才去做一些后续的处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基本上海外所的纳入 我们这个基本税额来课 说真的 只是让我们这些 有海外所得的人 因为现在 整个国际发展的趋势 都是这样子的 然后归乎到个人 不管你是国内的 国外的 都要去课 那基本上是维护一个 租税公平的一个角度 以目前啊 部长 以目前的这个 你们所掌握的这些资讯啊 是 那些数字啊 如果说是海外所得 最低税赋 自明年上路之后啊 大概是一年围度啊 可以替我们国库啊 来充实多少税入 这个基本上很抱歉 我们这数字 没办法做这样子一个估计 还没有办法做这样 因为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很多的基础资料 像刚才您讲的 他资金的汇入汇出 这个有些掌握 对不对 但他还会投资什么东西 说真的 我们这就无从去掌握了 那不管怎么讲 这个东西 这个结算申报 是一个自行申报的 我们也希望说 纳税又能够诚实申报 否则我们讲 有些资料一比对 有差距的话 就会造成补税 要罚的一些问题啊 所以这也希望 大家能够 这个诚实来申报 好谢谢 另外就是 一个很简要的 但是也很重要 至关重大 现在就怕这个资产泡沫了 房地产 攻击面过多 supply site过多的问题 那有人主张说是 要抑制攻击面 等等 然后从那个货币的手段 这个等等 见人见智嘛 那就你尽管 你部长 这个国有土地的释出啊 这个supply面嘛 这个攻击面的部分 你现在对国有土地 大块土地的释出啊 是政策 有没有什么做 这样一个 基本上我想 这个刚才讲的 这个房市的问题 基本上它到底是 通案还是特殊个案 特殊个案 特殊处理 通案当然通案处理 这是一回事情 那基于国家财产的管理 我们现在是认为说 国家这种取得 土地的资源 非常困难 假定通常卖掉了 以后要用 又要再买回来 很困难 所以基本上 我们是一个原则 卖小留大 大的面积 政府来做公共设施 公共的用途 来服务更多的市民 卖小留大 那个小的 大概 我们目前是500平 大概这样这个原则 怎么要界定在500平就是了 因为比较小的 政府去管 说真的也是 增加我们的人力 不服经济 对不对 可以的话 民间 透过他的林弊的合并 相关各种的开发的措施 去加速 那大的面积 我们有政策功能 在里面的话 它那个效果会比较大一点 好好 谢谢 那今天我跟 在所谓提案说明的过程之中 我也大部分都 因为您请这个书长 来跟我沟通 我大部分都赞成行政院版本 但是只有两点 我跟主席 跟各位同仁也报告过了 就是我 觉得说还是需要 能够坚持两点 就是这个权利 专章那个权利 张铭这个权利两个字还保留 第二就是这个十一条之九 也就是说 如果说是这个 我们还是做一个 做一个 做一个比较弹性的 就是 税监基金机关 其他机关之公务员 如果是恶意 知道其恶意 故意恶意的话 违背法定程序 有取得的证据 不得以认定为 课税处罚的事实 我们做一个 做一个这个 这个是中庸之道 让这个 一方面也不会让 纳税医务人 动辄得救 我是公务员了 在搜证的过程之中 动辄得救 但是让纳税医务人 也有适当的 这个保证 将来这个 保留这种 折中的条款 如果说有行政诉讼 到行政法院去的话 法官 他可以拒以这样子 做一个权衡 一个是一个平衡的考量 大概 在这个地方 一并跟部长 提出来这样一个 异常的说明 谢谢主席 谢谢部长 好 谢谢 也跟黄委员报告